11月21日上午10点 欧洲天国乐团在巴黎的华人区 美丽的城开始演出 大批的中西方观众立即被音乐吸引 中午12点 在鞭炮声中 反迫害大游行正式开始 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带头 接着是大法红船队伍 由花车 工法表演 和各式横幅组成 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用各自的语言 表达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 白衣悼念队 纪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最后是退党队 声援在九评发表五周年后 六千万人的觉醒 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会长唐汉龙先生 和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 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 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人们仔细地看着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资料 并用相机记下这一历史瞬间 一起来听一听法国民众对信仰的理解 游行队伍从华人区一直走到巴黎市政府广场 逆时三个小时 新唐人记者任静 法国巴黎报道